大家好,欢迎来到心思一帐,我是Coco 40岁的女人允许男人在这三个方面越界的话 其实她是在偷偷的爱着你 第一点就是允许男人越界去自己家里吃饭 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家都是比较隐私的一个地方 当40岁的女人越界的邀请了你去她家吃饭的时候 就说明她的心里面是很认同你的 她也不介意和你发展一下感情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厨艺 向你证明她是一个居家型的好女人 女人更希望男人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 不需要自己直接了当地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能够通过邀请自己去家里吃饭 来了解到女人,再向自己传达一个爱意 对男人没有任何想法的时候 她是不会提出这样一个越界的想法的 更不会主动的要求男人去自己家里吃饭 第二点就是允许呢 越界有肢体的一种接触 原爱一个男人会允许呢 他碰碰自己的手啊腰啊 也会呢允许呢 他碰碰自己的一个肩膀 40岁的女人呢 不排斥这个男人和自己有肢体的一个接触 甚至他觉得这是自己呢 进一步靠近男人的机会 而女人如果对那个男人是没有感觉的时候呢 甚至还讨厌他 既不会允许啊 那个男人呢 对自己有越界的一个肢体接触 如果那个男人呢 不小心呢碰到了自己 女人呢 还会像吃了苍蝇一样的恶心 高情商的男人呢 一定要明白 当你对女人不小心有肢体接触的时候 不是呢 眉目横直的生气 说明这个女人呢 对你是有好感的 也许呢 他在偷偷的爱着你 也在想慢慢的靠近你 聪明的男人就一定要抓住机会了 第三就是允许了朋友啊 越界的开玩笑 有一些人啊 总喜欢在男女的关系上呢 开一些呢 无妨大雅的一个玩笑 40岁的女人呢 是很讨厌这样的一个玩笑的 因为不管这样的一个玩笑呢 越不越界 至少有的时候啊 对自己的一个名声 是有一种破坏的 甚至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呢 都会觉得有一些尴尬的 但是 如果呢 女人确定对那个人是有好感的 她就会允许朋友之间呢 这些越界的玩笑 是这些 因为这些玩笑是郑重下怀的 而且呢 以这样的一个玩笑 来表达出自己的一个心意 女人呢 就不会介意了 甚至还会觉得是在给自己创造机会 有的时候啊 女人还会故意的 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开自己和心意男人的一个玩笑 当男人面对女人 对自己的一个坦诚 如果你真的爱这个女人的话 就好好地去呵护她 今天我们分享了一个话题呢 就聊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 订阅点赞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咯